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虎一席谈 有话大家谈 欢迎收看由格力电器独家冠名的一虎一席谈 新冠病毒这家伙到现在 狂奔全球疯狂的入侵 四个多月了 我们仍然对它是没有办法置根置底 那怎么能够将它束手就擒呢 带着种种心中的困惑 今晚我们与中美健康峰会合作 邀请全球顶尖的专家 尝试用数据科学来解答新冠病毒 困扰你我的八大谜团 首先我们要连线的三位嘉宾分别是 深圳现场著名免疫学家 原国家新药咨询委员会成员朱迅 香港现场香港大学 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燕 被称现场连线的嘉宾是 宾系法尼亚大学 医学院病理及实验医药系 研究副教授张洪涛三位嘉宾 一开始我们来看题材 第一个所关心的位置之谜 那就是源头之谜 针对这个话题 伦敦大学学院的遗传学家 Lucy Van Dorp 他就说我们很可能 根本找不到它的起源 如果能找到 那将是非常幸运的 那么到底新冠病毒的起源 能不能找到 首先我请教一下张教授 你怎么看这话题张教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这个起源 是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现在这个新冠病毒会突变 然后如果根据这些突变的 溯源溯回去的话 要找到这个源头的病毒 可能非常难 因为这个患者可能已经 如果他还在的话 那么他这个病毒已经被清除了 如果他已经死完的话 他也不太可能有样本保存下来 去撤出这个病毒来 香港金教授怎么看 金教授 你说这个零号病人 他会在哪呢 现在已经这个时机 早已经错过了 我们认为应该很好的 总结经验教训 把这个原因找清楚 而不是再去找什么零号病人 因为零号病人 如果他已经病毒清除了的话 他只有抗体是没有病毒的 那所以你要找也找不回来 我大概同意前面两位专家的印记 实际对于任何一个传染病 特别是大传染症疾病 能够溯源 对后续的干预和预防 它再发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涉及到溯源的话 你分成三个层面 首先它的冲死宿主是什么 第二 它在传人之前 是否和其他动物 有一个交叉重组的过程 实际第三的话 通过哪条途径最早进入人体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前面两位教授也谈了 由于早期的话 大家对这些东西并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单纯考虑的话 你追踪零号病人 实际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而且到目前为止 这次是单病原发病 还是多病原发病 实际现在也有一些争议 但是总之的话 我们的话 要从更宽泛的角度来探讨 野生病毒是如何通过突变 突破了总组特异性进入人 而且进入人了之后 就怎么样突破了 人和人之间传播 也就是所谓人传人的证据链 通过这一些的话 你对后续的话 你如何来干预 特别是包括也自备疫苗 如何真正的话 你彻底在控制这个病毒方面 提出更有效的措施 点点基础 我想问的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听到很多人讲说 这个病毒有可能是 所谓的人造的 在网路上 而在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媒体 这有它的报道 这到底算不算是有科学依据呢 香港的金教授请回答 从我们现在现有的证据来看 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 这个病毒是人造的 或者是从实验室泄露的 这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的 科学界大部分的科学家 绝大多数多科学家都是有共识的 就是说呢 它我们现在能找到的 与这个病毒最接近的 是一个蝙蝠的病毒 另外还有一个穿山甲的病毒 那它们这个虽然说是很接近 它们的一致性达到96% 但是呢 它还有这个几千个核干酸的不一样 如果通过这个生物心理学的那个推算呢 至少要50年 这个原来这个蝙蝠的病毒 才能够变成现在这个新冠的病毒 那就是说这个呢 在实验室通过这个人工这个去制造 这么样一个病毒 这是根本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你说泄露 它都没有一个类似的病毒 曾经或者过去发现过 那自然也就不存在有泄露的问题 现在是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人造的 一个是这种通过中间宿主 通过一个自然的突变 产生的那个病 就是病毒株 然后再感染到人 我们看这两种可能性 哪种可能性更大了 那肯定是从自然过来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像那个17年前 SARS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人在研究 这种内心的新冠病毒 但是当时就已经发生过 就是从当时是从果子里 野生的果子里传染过来的 对吧 那后就是在那个以后 那么大家才开始研究 相关的这个SARS的病毒 所以才有武汉病毒所 胜利团队去云南去找那些蝙蝠 对吧 所以这是在之后的事情 那你说人要去制造这么一个东西 是非常麻烦的 也我不觉得有任何的技术 可以就是说拼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它不只是有蝙蝠的那个基因在里面 就是蝙蝠的病毒的基因 同时它还有那个就是穿伤甲的 身上的很多病毒的基因 所以这是一个混合的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重组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个人认为的话 确实实实要保证 第一 科学性 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 任何的话你违背科学的 包括现在人造病毒这一部分的话 你至少从目前现在 科学证据是找不到的 因为人类可以操纵很多基因 但是在操纵过程之中的话 一定介入很多工具 这工具就是各种煤 要有各种载体 那么所以科学的话是危险 其次的话要公正 因为这次的话 你确实是参与了 一部分的政治因素 互相大家在甩锅 另外的话 非常重要的就是建设性 因为我们做这件事的话 并不是说 现在在纠结这个东西 谁的对谁的错 什么的 而是重点的话 是如何能够控制 现在仍然在肆虐的这种疫情 同时的话 也要防止未来这个疫情的话 你长期存在下去 和再次的出发 所以建设性变得更为重要 非常谢谢免疫学家 朱迅特别提到了 刚刚的三点 尤其强调了建设性非常重要 刚刚他特别提到了 我们对这个病毒 现在了解只是冰山的一角 这个角看到的是病毒的特色 来俊从中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说变就变 画面上问题整理出来 新冠病毒第二个未解之谜 就是变异之谜 东京大学的教授 最近有一份的研究报告说 这个病毒出现全新的变异体 它能够造成症状的加重事实 是不是如此呢 我转到香港的金教授 请回答 新冠的病毒它的那个突变 是比起我们比如说 这个SARS冠状病毒 还有这个其他的病毒 比如说艾滋病毒 它都要低很多 现在它的变异率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它虽然有变化 但是它的变化是比较小的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实验的根据 来说明就是说 在这些突变了的毒株 它在这个致病性 或者它在传染性方面 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差别 包括英国的科学家 日本的科学家 他们都在做一些个推测 说它这个可能致病性 有了什么变化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实验的根据 还是没有的 现在就是说整个 唯一有证据说明 这个病毒在变弱的 就是说在这个病人 还有在一些这个细胞培养里面 能找到一些发生了那个缺失 就是掉了一些片段的这个病毒 这些病毒呢 有实验的证据说明 它在变弱 这点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那个证据说明 它呢 已经突变 突变了以后呢 它是能够越变越严重 或者说是它是传染性更高 这个都没有证据 谢谢香港现场金教授说明 我转到费城现场 继续来请教张教授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 尤其包括美国也有发现一些情况 就是很多小孩子 他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 甚至就在美国的一些民众 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 因为很多14岁以下的孩童 就出现了怪病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那么事实上 他们理由解释说 这就是新冠肺炎的并发症 有关部门表示 经过变异之后的病毒 它杀伤力就会更强 那么现在这种变种 会让婴幼儿和青少年的感染力 大幅提升吗 您就在美国 我不知道张教授 您的分析是如此吗 就是在美国发现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我觉得是过度的 恐慌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是 实际上是川崎病 它是1965年是在日本 首先被日本的川崎医生发现了 所以是用那个病 用它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病呢 是跟病毒感染 跟细菌感染有关的 到底怎么引起的 现在目前医学界 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已经几十年了 都有这个病 而且这个病在亚洲比较多 在美国比较少 所以那新冠病毒 它本身也是一个病毒 对吧 所以它病毒感染以后 它会带来一些 免疫上的一些反应 实际上是免疫过激的 我的理解是免疫过激 所导致的一些症状 才引起的 我并不觉得这是 一个病毒越来越厉害的 一个证据 好的 谢谢关于新冠病毒 代解之谜 我们马上转到纽约现场 联系另外一位顶尖的专家 他就是中美健康峰会理事长 Asex Health International的主席 兼董事长 William Hazeltine Dr. Hazeltine 他是在艾滋病毒 和人类基因组方面 有相当突破性的工作 而闻名于世 Dr. Hazeltine Has there been some mutation in this coronavirus Would this lead to a worsening of the symptoms or is it more effective What kind of observation do you have This virus has the capacity to be most more transmissible and more lethal than the standard strains These viruses do change They do adapt Not quickly but they do And it looks like this one has already begun to do so And not in a way that's friendly to people But way that allows it to spread more and to kill more But that's still somewhat indeterminate It's got to be pinned down a little bit more But it definitely is possible And I think it's very likely it's happening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具体来关心 新冠病毒第三个 未解知名 好奇的是什么呢 性别知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稍早有一篇的研究报告说 他们在分析 这个病毒病例 发现男性占51.4% 女性是48.6% 而欧洲的相关杂志 刊登记研究说 因为在男性血液当中 这种病毒 用来感染细胞的酶 它的含量要比女性高 所以来解释说 因此男性更容易 感染到新冠病毒 真的是如此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点我想转到 深圳现场的朱讯 您的看法是 可能涉及到很多外在的因素 目前的话 你真正涉及到宿主因素 和病毒因素的话 我个人认为 现在证据还不足够 比如女性 有些地方说女性高 因为女性可能更在意 所以她检测的比例会大 检测比例大的话 她检测出来 阳性率就会高 这是肯定的 另外的话 男性的话 由于这个病的话 它实际来说的话 跟你的社交范围 和社交密度 是密切相关的 而男性的话 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 很多情况下 是高于女性的 所以的话 目前现在所有这些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看不出来 如果说是要有这个变化的话 很可能是男女之间 免疫功能实际是有一些差别的 相对来说的话 女性的话 比如女性患者的话 女性的话 自身免疫病的患者 是比较高的 就是女性在对 这个疾病思维摩体 对一些天然免疫方面的话 和男人还是有些区别的 好 我要先跳到费城现场 特别请教张教授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您附近的 或您身旁的这些男性的同事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说 因为担忧新冠影响 声誉 美国男性的冷冻精子需求激增 我看到美国有媒体这样的报道 这是真正的事实吗 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媒体要生存 他们必须要找一些 就是引爆眼球的一些话题 对吧 才能够吸引读者 对于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过度的解读 这个话题只是 就是说对科学家来说是有意义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没有太多的意义的 张教授跟朱教授的意见 我都很同意的 但是他们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媒体为了要生存 然后他就搞一些吸引眼球的工作 另一方面有一些科学家 他也为了生存 他也要搞一些吸引眼球的工作 他也做了很多这些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些杂志 他们的审评的水准 他也比较下降了 所以让很多非常表面化 就是完全的说不清楚没道理的文章 也发表出来了 那刚才说到这个 关于这个男女之间 那个ACE2到底他是帮这个病毒感染的呢 还是他能抑制这个病毒感染 都还没搞清楚 那你去做很多的这个延伸 都是过度解读 实际的话 有一部分病毒会对男性的 精炎细胞造成影响 这里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腮线炎病毒 它特别是对于这个 男童发育过程之中的 精炎细胞的发育会有一些影响 而导致后续的话影响生育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话 目前现在实际 积联的数据已经越来越多了 尸检的病例也越来越多 但到目前为止的话 至少我没有看到 在尸检过程之中 是否有人证实 在死亡的男性患者的睾丸里头 发现有病毒 其实有一份报告 就是尸检的报告 看那个有一个患者 他有那个就是死亡的 因新冠死亡的患者做了尸检 他那个搞完可能有一些损伤 但是他并没有病毒 他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是 我的理解是一些免疫反应 所导致的损伤 免疫是技法自己 同时他有两个研究 都是对中国的患者的研究 他都是在那个患者 就是康复以后 检测他们的精子 精子里面也并没有看到病毒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 刚刚你们的对答 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 所以告诉了电视机前 包括我在的男性朋友们 与其我们相信网路上 真的七嘴八舌 菜来掰去 自己再紧张 还是听听科学家 他们的专业分析 好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待会我们要聚焦新冠病毒 富洋之名 我们有长洋的病人 富洋不代表这些病人 还存在着病毒的传播性 很多富洋的患者 实际上他们是没有症状的 在传染的能力是比较小的 一虎一席谈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如果您的家人 有人正好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此时此刻您最关心的恐怕就是 接下来我们想要寻求的答案 那就是第四个未解之谜 富洋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部门的主管 曾经报告说 其实的确收到有很多报告 复发的病例 但关键是确认这些是再次感染 还是上次感染的延续 或者是其他慢性病所造成 应该要分清楚 马上连线的几位嘉宾 都是这方面的专业 全都现场连线的嘉宾是 四川省人民医院老年心血管科 主治医师 国家四川紧急医学 救援队的队员孙颖孙医师 芝加哥现场连线的嘉宾是 芝加哥大学医院心内科医生 于东博于医师 波士顿现场纽兰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浩然 在费城现场连线的嘉宾是 张鸿涛教授 首先我要转到成都现场的孙医师 孙医师刚刚在法门当中 赶到了我们现场 我想请教一下孙医师 就您曾经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刻 患者有负阳的情况出现吗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从武汉回到了工作岗位 那么我们也对我们在方舱医院救治的患者 有一个长期的随访的工作 我们有长阳的病人 就是说我们在3月20号回到成都之后 我们在4月8号的这一段时间 对他的进行随访 那么他都还是一个阳性的状态 在4月20号的时候和三才转阴 那么目前我们没有追踪到四川队的管理的500多个患者里面 有富阳的情况 但是有长阳性的这种病人 那我个人的理解 这种长阳性 因为这一名患者他肺上的病灶的情况 其实恢复的是比较好 因为轻症患者也没有遗留肺部的纤维灶 那么身体的其他的客观的指标证据 一切的状态也比较好 那么可能是身体一些存在的这种病毒的基因的成分 被我们检测的这种方式所检测到 但这个病毒是否是活病毒的状态 这个就有学术范围里面的一个探讨了 类似的病例我们也有见过 我个人的见解认为 就是我们现在的核酸检测 它使用的这种RT-PCR的灵敏度非常的高 哪怕如果病毒它只有几个copy的这样的RNA 也是有可能被检测出来 检测到的 所以它这个无论它这个究竟这个病毒是活病毒还是死病毒 它有没有任何传染力 这个都是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定论的 但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从韩国 他们有一个报道就是在检测一些在通过临床手段 已经康复的病人 然后其中有一批大约两百多个人 然后他们在核酸检测上有了负养的反应 但是他们从这些病人的唾液中 却不能就是isolate出来这种有活性的病毒 所以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 负养不代表这些病人还存在着病毒的传播性 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也是谈到负养的这种现象 他们其实他们用了两种不同的检测方法 一种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RT-PCR的方法 这个方法应该说是非常的灵敏 但还有另一种超级灵敏的这个方法 是由我们Broad研究所的张峰教授研制出来的这个Sherlock方法 通过这个两种方法的对比 他发现之前检测阴性的一些患者 实际上还是存在一定拷贝的这个病毒数量的 这两种方法大概的灵敏度还能差五倍左右 所以实际上有可能是采样的时候 这个操作和这个RT-PCR的灵敏度不够 导致这个有富洋的这种现象 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也同时这个发现 很多这个富洋的患者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是没有症状的 他们都比较年轻 本身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低 在跟他们接触的这些家人当中 也没有发现被传染的这种例子 这样来说我们认为可能这种富洋的这种患者 应该说传染力是比较低的 当时韩国这个数据里面 它其实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它还追踪了这285个富洋者的密切接触者 它在有总共有700多人 这700多人里面有两个出现感染的 但是两个感染的已经查出来源 并不是从富洋的人传染的 而是从其他的来源传染的 所以从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富洋的感染的 在传染的能力是比较小的 不是需要就是说特别的过多的担心 好 继续我们来关心新冠病毒 包括网友很关心的 第五个未解之谜是什么呢 就是画面所看到的治愈之谜 内地很多媒体引用了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的文章 画面上看到说 新冠肺炎的后遗症 要到一到三年之后才会出现 而根据我们整个团队实际的调查了解 内地媒体引用的 就是今天跟我们现场连线的 张教授的文章 在这里马上要求证一下张教授 这里头所发表的观点 真的是你的真实观点吗 还是被别人穿凿附会了 它这个标题是被改动了 所以其实标题是并没有真实的 反映这个文章的 那如果是你要读这个文章的原文的话 那你就会看到 我实际上是在 就是把所有这些有可能的后遗症 捋了一下 那么它这个主要的后遗症 可能是哪些人呢 就是如果是症状比较严重 那如果是肺损伤的比较严重 可能其他的人就是因为隔离 或者生活受到影响 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心理问题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跟那个病毒的直接感染没有关系 但是也是值得大家重视的 那针对这一点 我们继续就来最终了解 看看在临床上 在医院当中就是病患的 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尤其像所谓有很多的网友 就是说这个他的家人感染了之后 就造成所谓的精神 心理方面的疾病 这真的是有现实情况在吗 我想先请教一下余医师 您的情况呢 余医师 这个绝对是存在的 而且他这个所谓的 从心理上对他们这种 这种比较显著的影响 我们这边经常归类于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特别是非常病重的人 然后如果他长期需要在ICU level care 然后他们就是即使病欲出院 他们其中以前有不同的学术组 做过研究 就是可能有30%到 甚至50%以上 他们都会有这种 长期的心理阴氧也好 这种PTSD的正式的Diagnosis也好 他们的确是在这方面 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健康上 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最近在分析 大概60位武汉 ICU患者的一些数据 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指标 就是它的凝血指标 会发生很严重的一个恶化 尤其在微重病人当中 所以这些患者肯定是 在不同的脏器当中 都会有不同程度这种血栓的发生 这个血栓在一定程度上 必然会导致器官的病变 比如说肺栓塞 肺功能的部分缺失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心功能 尤其在微重患者中心脏的功能 下降得很快 所以这些都是会产生后遗症的 就好像这个患者 他经历了一场心梗一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 给予足够的重视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学习变客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要聚焦在新冠病毒抗体之名 我们可以初步认为 它应该是只要感染过的 那它都是应该有一定保护的 人们通过疫苗的病毒 可能会被重新的病毒 甚至后再回复 目前所谓的疫苗 它的有效率到底有多少 现在这是个未知数 疫苗的话你肯定是对付 这种病毒性传染疾病的 最有效的一个承受 一虎一席谈争论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新冠病毒第六个未解之谜 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家好奇的抗体之谜 关于新冠肺炎的患者 他在治愈之后 到底会不会第二次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警告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从新冠病毒当中康复 并且有抗体的人 可以避免第二次感染 也就是说他们的自由流动 仍然会存在感染扩散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几位专家 在纽约现场连线的嘉宾是 Dr.Welen Hasseltine 另外波士顿现场连线的嘉宾是 天梯生物的CEO李戈强博士 纽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王浩然 另外在费城现场连线的嘉宾 是张鸿涛教授 以及深圳现场免疫学专家 朱迅博士 首先我转到深圳现场朱博士 这个新冠肺炎的康复者 是不是一定会产生抗体 它能够避免再次被感染吗 安全期有多长呢 大多数病毒感染 特别是能够自愈的 就是自己痊愈的 绝大部分是体内产生的 中会性抗体 这种抗体能持续多久 实际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激起于 对这个病毒刺激之后 产生的免疫剂以维持的时间 第二的话呢 就是从病毒方面 这个病毒的变移的速度 如果机体产生的免疫剂的时间 足够长 但是病毒变移了 实际来说的话呢 它也不能保护 第二次的激发感染 我基本上是认同 诸博士的说法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做了那么一个推论 对吧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 不想给那个民众 就是说过多的 那种希望或者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从 从我的理解 从我对这个病毒的认识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 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也许世界卫生组织 它考虑的是像 是把那个新冠病毒 当做了流感病毒 因为流感的话 你今天得到流感 你明年还可能再得流感 但是对于新冠病毒来说的话 这个病毒的突变 没有变 或者它的变移 没有像那个流感病毒 那么频繁那么快 那么容易跟 就是产生 跟其他的类似的病毒株产生 这种重组 获得完全就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理解是 这个是不需要 特别担心的问题 我们可以初步认为 它应该是 只要感染过的 那它都是应该 有一定保护的 人们在70年 做了试试 他们感染了一群人 等了一年 然后再感染了 同样的病毒 和差不多同样的症状 所以你不会 从自然的病毒 好 谢谢 在这种情况之下 疫苗被寄予了 相当的厚望 刚刚朱博士 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接下来关心 这个第七个未解之谜 就所谓的疫苗之谜 提到了疫苗之谜 最近变成了 美国政坛的话题 民主党的总统 候选人拜登 他就搬出了疫苗牌 他说只要他当选 所有美国人 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这个承诺能否实现 还是他只是一个 政治竞选的精算考量 我要请教 在美国的张教授 您的回答 我觉得假设 如果疫苗出来 但每一个美国人都接种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在哪呢 这个疫苗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等到疫苗出来的时候 有多少美国人 已经被感染了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到时候 已经有50%的都已经感染了 那么一种可能性是 你剩下的50%你去接种 或者说你可能已经有了 群体免疫这么一个事情 那其实已经不需要 太多的人接种了 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出来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根据目前的 大家的估算吧 如果需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大概需要70%的民众 能接种疫苗 或者说有产生这种 针对新冠病毒的综合性抗体 或者是疫苗出现 目前所谓的疫苗 它的有效率到底有多少 现在这是个未知数 提到了新冠疫苗的 这个有效性的部分 到目前是个未知数 但很多的团队都想办法去突破 比如我们看到英国的牛津大学 它新冠疫苗是将进行的人体实验 可是从牛津大学公布的 动物实验资料来看 这一款的疫苗产生的抗体 并没有办法综合病毒 只是有迹象表明 它可能会降低感染的严重程度 那么到底牛津大学的疫苗 有没有算是失败呢 为什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还在推进人体试验 张教授您帮我们做一个 科学方面的科普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说它如果假设 它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更好的疫苗 效果看着可能更不错的 那么它可能就会放弃 这个又另外一个 但是对于 我觉得刘津大学来说 它没有 它们已经上了这个东西 那么有个疫苗 虽然它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也总比没有强 对吧 所以这是我觉得 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的话 是因为有人提出来就说 因为他们用的这个病毒的载体 应该是新兴的病毒 所以你在猴子身上做这个实验的话 也许这些猴子 它已经被同样的类似的 腺病毒感染过 那么它就很容易就把这些 注射进去的疫苗排斥掉 那也许在人的身上 人对这种 就是新兴的病毒的 腺病毒的暴露可能比较少 那么它没有一些现成的看体 那么它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是不知道的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数据出来 也要等更多的数据 才能知道到底怎么推测 接着我们转到深圳现场 请教民意学家朱博士 朱博士 中国的陈威院士团队 在柳叶道发表报告说 他们对一种新冠病毒的疫苗 开展了一期临床的试验 结果显示疫苗是安全的 而且能够诱导人体快速 产生免疫的应答 我相信你注意到这个新闻了 是不是从你的角度来观察 它算是目前最有希望的疫苗呢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疫苗的话 你肯定是对付这种 病毒性传染疾病的 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但是的话 有的说愿望是一方面 但是真实 现实的话 你也有是一方面 实际人类现在面临的话 恶性病毒不少 但是很多病毒的疫苗 做了很多年也没有做出来 比如像HIV疫苗 饼干疫苗 HCV疫苗等等 当然了也有比较非常成功的 比如HPV疫苗 就是那什么 宫颈那个人 饼铺疮病毒这个疫苗 闻外面是这个的话 你只是公布了一期的结果 安全性方面 现在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 但是保护性这方面的话 现在还不敢说 因为产生的综合性口体 可能会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就是有保护性 很好 那么但是保护力度有多大 这里的话 产生的抗体低度 抗体效价 出现抗体的实现 后续的话 是否形成多长的 一个免疫记忆 这都是在影响 后续这个疫苗的使用的 第二的话 很可能的话 就是有了中央性抗体 但没有保护作用 这里有很多 当然跟抗体的低度 跟抗体的亲和力 是密切相关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 它毕竟打进去的是 病毒载体 而病毒载体的尺寸的话 是大于 我们现在这个 目标抗原这个地方的 它也不诱导 产生其他针对病毒载体的 这些抗体 它也互相干扰 所以很可能没有作用 第三点的话 很可能出现了抗体 但是抗体有病情增强作用 也就是所谓的ADE 所以说的话 最后能否成为 一个有用的疫苗 一定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三期临床试验的话 就要到病人了 病人实际是 目前它是个乙类传染病 很难用接毒试验的方法 那么的话 我就需要找 适当的敏感的人群 国内的话 现在几乎没有病人 所以这个后续的药效学实验 在国内几乎是没法做 在国际上究竟怎么来做 后续怎么来推进 而且的话 就即使是被证明 一定程度上有效 可以来使用 比如 埃博拉病毒 但是的话 埃博拉病毒的话 实际来说 它作为国家储备在使用 它实际是极少量人群 也就是高风险人群来接种 而新冠的话 一定是全民接种 所以这个面临风险非常挑战 我希望疫苗能够出来 但是的话 大家也不要 听信很多 包括政治家 包括新闻媒体的 还是应该想让科学家 竟然新来 排除干扰 真正的脚踏实地 一对一个脚劲地 推进疫苗 向前的发展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朱博士 语重心长的几句话 我知道朱博士 在最后最几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在波士顿的李博士 你听了有何感想 因为你们自己 就有计划做新冠疫苗方面的研发 你有信心成功吗 李博士 我们其实是做通用型的 治疗型抗体为主的 然后从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往通用型的疫苗开发 我们主要怎么做的呢 就是说现在的抗体 就是针对新冠病毒抗体 都是在受体结合区域 这个对于治疗新冠病毒 这个是没有疑问 肯定有的 但是对于未来的新冠 未来的冠状病毒 会不会有效 这就很不好说 因为这个第一 新冠病毒本身也会有突变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有个很大的特点 它虽然突变比较缓慢 但是大家怀疑 它可能会跟别的病毒 在一起的时候 会以重组产生新的 结合为点 所以我们的思路 是要在比较保守的区域 就是在一个叫做HR的区域里面 当然这个区域的抗原制度 比较困难 我们想在这个 相对保守的区域 来做一个抗体 那么这个抗体不仅可以 中和新冠病毒 也可以中和SARS MERS 还有未知 以至希望以后 出来的冠状病毒 所以我们正在往这方面做 那么希望在我们做出这个抗体之后 我们再逆向工程 去找那种通用型的疫苗 但我们是属于还有一种想法 属于非常早期 好的 谢谢 Dr.Hazeltin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vaccine competition between various countries? Can a competition among scientist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vaccine?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t's good that many, 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develop a vaccine because it's a very hard problem And I don't see it as a competition I see everybody doing their best And whoever is successful God bless them It's a very difficult challenge And in my opinion It's not when we'll have a vaccine Or who will win It's the question If anybody will win We don't know we can make a vaccine yet And if we do make a vaccine We don't know how many people who will protect Or how well it will protect And how long it will protect So there's huge questions that remain to be answered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休息片刻 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要聚焦 新冠病毒死亡率之名 死亡率的高低的话 首先第一根 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 住院病人的出院率 或者住院病人的死亡率 Stay home and shut up 欢迎回到 最后我们要来为您揭开新冠病毒第八个未解之谜 那就是死亡率之谜 您看我们整理出来 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五个国家的死亡率 对比美国6% 巴西6% 俄罗斯1% 英国14% 西班牙是12% 您可以看到这个资料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 怎么看待这种差异 它是跟人口老化 或者说是医疗系统相关吗 或者还有人说是基因的差异 马上联系的嘉宾是纽约现场 Dr. William Hasseltine 另外在深圳现场联系的嘉宾是朱迅博士 成都现场的孙颖医师 以及芝加哥现场的于东博医生 首先是朱博士 从刚刚我所公布的疫情严重国家死亡率资料对比 您发现了什么呢 各国确切实实死亡率的报道比例差别非常之大 我个人认为的话 你死亡率的高低的话 你首先第一跟确诊率有密切关系 你如果确诊了100个人 死亡的10个人是10% 但是我要确诊1000个人 死亡的10个人只有1% 所以跟确诊率密切相关 第二的话 跟确诊人群的年龄密切相关 这次至少有一点已经肯定了 老年人的死亡率是明显高的 而且的话过往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明显增高的 当然的话 可能也有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 这里医疗资源不足的话 实际来说是两个前面 按理来说英国美国医疗资源都很足 但是这一次的话 它实际是相对不足 比如中国 中国是把多少个省市的 有经验的 这些ICU医生和护士 都直接派到了武汉 派到了湖北 而在这些的话 在其他国家 包括英国美国 欧洲就更不可能了 没有这种机会的 这次考虑的不是你医疗资源的丰富 而是你ICU医生和护士的能力 我觉得死亡率相差这么大 是不是医疗系统和医疗资源之间的差异 我想这是一个因素 但我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因素 实际上我认为两个方面 更能够决定国家总体死亡率 第一个是从统计学这边来讲 实际上死亡率是什么呢 就是患病死亡者的人数 除以患病者人数 这个分子分母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 比如说从分子来说 新冠死亡人数 好像看着如果你有新冠 你不幸过世了 你就应该算在里面 但实际上从我们的经验来说 假如一个病人 他是因为急性脑出血 入院不幸过世 然后在这种排查过程中 就是发现他还有 他是新冠的这个测试是阳性 难道我们要 我们是否把它算为新冠死亡 还是不算在里面 这一点不同国家 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其中俄罗斯就是使用了 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 他这个他是不会算在新冠死亡里 所以可能从某一个层面 也决定了他这个相对很低的死亡 我非常同意朱教授跟 于医生的这个观点 只要我人群的减出率够多 那么我的分母够大 我的死亡率就可能较低 所以我觉得相较这个死亡率来说 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 住院病人的出院率 或者住院病人的死亡率 而死亡率真的只是 一个比较单一反应的一个指标 那么是不能不足以表现出 整体的这个一个国家控制 或者是新冠疫情的一个局面的 好 即使像孙医师所说的 不能单看一个单一指标是死亡率 可是这个死亡率的数字一公布之后 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人 在争议部里 就是说欧美国家这次单位人口 他死亡人数于亚洲存在多少倍以上的差距 这个数字一出来之后 大家发现一百倍 会觉得很惊人 你怎么看待这一百倍以上的差距呢 实际还是一个数据不太充分 你当分子和特别是分母不清楚 而且的话你患病这个群体的话 你年龄不清楚 跟年龄因素相关 这毫无疑问了 比如你这里也有一块 有两个独立的case 大家可以做个比较 一个的话就是钻石公主号 三千多人 有七百人感染 一个是美国的航母 也是三千多人 有多少人感染 你查查他们的死亡率 你就会发现 实际来说的话 你现在特别是早期的欧洲 包括西班牙 意大利 后期的英国 包括美国 这个死亡率 当然他们都是比较高的 这里背后的话 体现出来的好多差异比较大 实际就是国内也是如此 比如我们武汉的死亡率 是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的 所以死亡率是一个 很敏感的指标 但是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的话 笼统地来对比 某一国之间的死亡率的差别 而不考虑整体的综合因素 是不科学的 好的 谢谢 关于全球如何应对新冠肺炎 这个问题 我们马上转到纽约现场 请教Dr. Hazeltine Dr. Hazeltine If you were top advisor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at's your advice to them? Stay home and shut up I don't say That's what I would advise the advisors It's too difficult to try to talk to those guys But there is very I think interesting things governments should do They should communicate clearly That this is a big danger They should show by example They take it seriously They should embolden and strengthen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The CDC and others But I'll tell you one thing They shouldn't do They shouldn't try to put their thumb On regulatory scale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rugs and vaccines Faster than scientists think they should go They're very good reason We have all of these rules in place About how you test drugs And how you test vaccines So my advice to people in government Is yes Give people the resources But don't warp or distort The regulatory process 好 谢谢所有的嘉宾 以及中美健康峰会专家 跟我们共享他们的研究心得 因为他们让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谜团 逐渐地拨云见日 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 Villian Hashtey博士 他过去用无数次的研究实验 成功突破了人类对基因组 和艾滋病毒的认识 77岁的他正要攻克新冠病毒 深圳的朱鲸博士 他作为免疫学家 一辈子参与了无数的新药的开发研制 今天也在用研制新药时 科学客观的态度 投入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当中 跟我们连线成都的孙颖医师 芝加哥的于东博医师 他们也把医学结合的爱心 在第一线治愈了无数个病患 历史早就像我们做最好的预告 对抗传染病最好的武器就是 心存敬畏 尊重科学 只要医学科研突破 工卫体系健全 传媒不要以讹传讹 新冠疫情终究要变成过去的历史 感谢格力电器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习系细急通车